UFO为怀疑是外星人的飞行工具 3月29日消息 之前,一个罗马尼亚团队发明了一款名为DIFO的飞行器 号称从美国飞到欧洲只需要一小时 根据工程师和发明家ResidenceB的说法 ADIFO全项飞行物体是一种旨在改变实际飞行范式的飞行器 SEBI与该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IOSIFT-APOSIO罗马尼亚国家航空研究所资深科学家 国家航空研究所理论空气动力学前负责人 合作开发这一概念飞碟 并建造了一个直径1.2米的原型进行测试 试验取得了成功 ADIFO飞行器外形 类似飞碟飞碟 也就是UFO不明飞行物 因为其特异的外形与高达1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而让地球人太为观止 很多科学家甚至是整个人类 都在思考与研究UFO的来源与所使用的科技 更有一些痴迷者在前行研究这一飞行器 不过 事情往往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国度 没想到这一人类梦想竟然在欧洲部分实现了 这主要是指ADIFO 那飞行器虽然外形上接近飞碟速度也是目前最快的 但是整体上仍与飞碟相距甚远 可仔细以DIFO的飞行器数据 我们仍可发现 其应该很有发展前途 比如在低速飞行模式时 它可以像现有的四周飞行器一样自如飞行 而在高速飞行模式时 ADIFO飞行器会类似喷气推进的高效超音速飞机 而其其整个机身就充当低阻力机翼 因此最高速度超越了一些群迷飞机 ADIFO飞行器的低空飞行图片算使人惊奇的是 据称ADIFO飞行器的速度 竟然可以实现从美国飞到欧洲只需使用60分钟 也就是说 从纽约到欧洲最近的大城市伦敦距离有6000公里的话 ADIFO飞行器可以在1小时抵达 这就是起去贝勒金5马赫的速度 但在目前来看 能够达到这一速度极限的 也就只有火箭发动机和超燃速压发动机 而前者是很难用于常规飞行器的 如果ADIFO飞行器能够实现这一速度与外形 那么将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大突破 期待洗澡日应用到单人飞行器上去 ADIFO能够实现人类的飞碟梦呢 分析认为 从结构上来看 ADIFO飞行器 很像一个配备了飞碟外壳的四周飞行器 加超燃速压双发火箭推进的组合 在低速状态下 只使用4个常规火扇动力 而在高速状态下 就使用超燃速压发动机 而且就如同常规飞机那样飞 行 可能EDIFO飞行器最明显的突破 还有使用了魔法海豚的环形异形 这一技术可使该飞行器在水平飞行时非常平顺且阻力极小 从而达到了5码核的极限速度 相信EDIFO飞行器会使很多国家期待 也期待这个团队再进一步 使之早日实现大型化和有人化 熟军用化这个速度陷入导弹大都追不上 从而造福整个人类 军平成光文转于2019年3月31日 我们先談拜拜 我们先yk宗 että 我们先ld viewers 看 我们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